乒乓教父刘国良 很多人知道在咱们这里各项运动 除了改革的足球和网球之外 真正的管理者都是各大运动中心 对吧 如果你要问篮球归血管 你但凡能说出归篮血管 那姚明都会默默的点个赞 然后喊泪离开 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那把篮鞋压实实的 但是只有一个机构除外 中国乒乓球协会 在经历1718年的改革后 获得了很多原来拼与中心的职责和权利 他们可以自己去办比赛 可以自己去培训教练和裁判 甚至包括青少年后辈力量的培养 更有代表性的就是 他们甚至负责国家队的商业推广 看到没有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敢信 现在最有流量的公司 直接跳动就是乒乓球队的赞助商 而负责出面签协议的 就是中国拼鞋 啥 拼鞋为啥这么厉害 因为那一年一场高层的斗争结束之后 拼鞋空降了一位主席 当然也是属于自己的刘国梁 这里多说一句 现在的刘国梁依旧是在体育局和国家队 没有任何的官方职位 而中国拼鞋仅仅是一个没有编制的社会组织 去年刘国梁成功的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 时间点是去年哦 所以不用多想 教父刘国梁的位置很稳 你别说从这个名单也能看出国球的牌面 有刘国梁和王立勤两个全国委员 为啥刘国梁能做到这一步呢 但是又没有像他的师傅那样走试图成为拼语中心的主了呢 这一切都要从200明年开始说起 那一年这项运动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球改大了 这对于前一年刚刚拿到大满贯的刘国梁和颜 那是还说致命的 此后呢 他就再也没有拿过大赛的单打冠军了 而后仅仅在26岁的时候就选择了退役 谁也不敢想到 这位当时26岁的小伙子 竟然能够开创一个乒乓帝国 成为一代教父 如果让我找他成为教父的第一要素 我只会选择聪明 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段子 才二十出头刚刚拿下一两个世界冠军的时候 刘国梁呢 就是这一场球刚打完 下场球就跑到教练席那里去偷学了啊 不过没关系 那时候教练席做的是他的师傅 蔡振华 你可别以为200明年仅仅24岁的刘国梁 只是一个不懂球的胖子 再跟大家说一件事 在陕西有一个乒乓球俱乐部成立了 你也别以为是那种普通的 大家来玩玩打打球 教教你也对吧 挣点学费的那种俱乐部了 这个俱乐部可是为参加当时的拼操联赛而准备的 没错 2000年就是拼操成立的年份 陕西的这家俱乐部仅仅成立一年多就加入了拼操联赛 这个俱乐部的操盘人叫做刘国栋 也是当时俱乐部的总调研 可能有些人知道他就是刘国梁的亲兄弟 那时候呢 他仅仅只是国家女队的陪练 咋就能一下子组一个这么大的局呢 是吧 要知道参加拼操联赛的俱乐部背后要有大的赞助商 需要有庞大的教练团队 还要有强大的运动员梯队支援 其实你只要知道这个俱乐部的名字 你就知道为啥了 陕西国梁银河俱乐部 这个国梁就是刘国梁的国梁 而刘国栋就是刘国梁的亲哥哥 这一切呢都发生在二零明明年 刘国梁已经做好了退役的准备了 那未来呢 教练或者是三叶 他全都想到了 那时候他仅仅二十四水 那你就琢磨琢磨 他得有多聪明 就这个俱乐部后来还得到了大国企的赞助 甚至进入兵超之后的第三年 就拿到了冠军 看看当时何颖的照片 发现了没有C位的马林 那时候的马林呢 也算得上是巅峰期了 绝对的国家队主力 可见俱乐部在这个圈子里的影响力了 对吧 甚至呢 06年呢 还得到了省政府的嘉奖 说个有意思的是 当时的陕西队呢 想冲冠军 但是呢 没有顶级球员 毕竟国家队的主力就那么三四个 对吧 然后呢 就花二十万把马林给挖来了 现在看好像没啥 但是当时的马林 可是和善家俱乐部的合同 都没有到期而跳槽的 最后呢 也受罚了 对不对 那这是谁的面子呢 肯定不能是刘国东的咯 刘国梁呗 一直以来 马林和刘国梁的关系呢 都贼好 甚至21年东京奥运会 他丢了混双的金牌 没错啊 当时混双的主管教练呢 就是马林了 刘国梁依旧强势的 把他推到了 女队主教练的位置上 当时的媒体 那个一顿数落 哎呦呗 不过后来呢 马林的成绩 也算给刘国梁这位兄长 贾师傅 争恋了 嗯 多说一个小细节 就是2002年刘国梁 退役操盘俱乐部的时候 有一家很小的公司成立了 叫做华夏国球 当时的大股东是谁呢 黄景 也就是刘国梁的老婆了 嗯 他在这个公司做大股东 一直做到了2012年 而那一年正好是刘国梁 成为国拼总教练的前一年 未来很多刘国梁 及家族的三页操盘 也都是有他的媳妇在做 比如他们很多人就组了个局啊 开了一个饭馆啊 当然开不开饭馆 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组了这个局 这个局里面的都是自己人 是吧 里面呢 就有马龙和马林这两位了 你们猜他们两个 谁在这个公司里面 占的股份更高呢 马龙的股份和师母 王景一样多 都是4点多 马林稍微少一点 只有1.9 呵呵 我就不评价了啊 多说一句 大家知不知道 在这个局里边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员 有知道的可以评论区说说 说回来 那时候20多岁的刘国梁 已经做了那么多事了 圈里的 圈外的 体育的 三页的 这哥们真的不一般 对吧 你以为成为教父有那么容易吗 别急 真正的历程才刚刚开始 因为他真正的飞跃 是来源于2013年 我们下个视频说 哎妈呀 都看到这里了 对吧 来用你们哈财的小手 点点赞表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样的视频 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八卦 啊不 严谨的财经博主 我是苏丽 是苏丽